讓我們好好休息一下 原本也可以蓋起來 呵呵呵 太婆你要幹嘛 我覺得房間要舒適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一定要鋪地毯 會不會改天我也搬來客房的水 要吃早餐嗎 煎蛋餅給你吃 熱狗 和包蛋 歡迎來到PY日常 我是PY 現在呢我在我家的客房 我不知道收音會不會感覺到回音很重 因為呢 我把客房清空啦 所以呢非常的空曠 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Rentour的影片 應該就知道 因為我家已經有一個儲藏空間 但是客房 客廳比較近 東西拿回來的時候 我就丟在這個客房裡面 所以這個客房呢 也變成第二個儲藏間 為什麼我們住了快一年 才決定開始用客房呢 原本想說應該不會有人來住才對 但是因為純潔的親戚 就是我的親戚 都會來台中 找他們 或者是來台中玩之類的 但他們都要另外訂飯店 或是來我家呢 就只能睡客廳 所以我想說 就用一個客房 等到他們來的時候就可以睡 也不用另外花錢去住飯店的 那些錢呢 可以拿來請我吃東西 嗯? 那這次的床墊呢 我決定去 LOVE YOU的台中體驗館 現場挑選 因為他們那邊可以試躺 各種不同的床墊 還有他們的枕頭 會依照每個人的身形 還有你的脖子 還有後腦勺的角度 去挑選最適合你的床墊跟枕頭 那我們現在就去 LOVE YOU的台中體驗館吧 現在呢我們來到了台中市 南屯區的文新南山路的277號 對吧 LOVE YOU的台中體驗店 然後我剛才看他們的店面 超漂亮的 色系非常的溫暖 然後我現在呢 就要進去挑床墊 他們1點才開 然後開到晚上9點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的話 一定要事先預約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吧 GO 歡迎回家 歡迎回家 來到我家了 我知道我看你們的店員 想問你今天有預約嗎 有 我有預約1點 要P P先生 P先生 請問是PY先生嗎 對 沒錯 那我是今天會引導你們體驗場店的A一代 然後我是輔稅園 什麼叫輔稅園呢 就是 輔稅園 輔稅園 的專員 哦 到裡面請 那想問一下今天是有舊換新還是翻新家的需求呢 我已經搬新家但是我主要是要改造客房 今天在家裡會是睡軟床還是硬床 偏軟 這次也是想要體驗偏軟的 中間偏軟 中間偏軟 對 那我們剛好這一張是比較 呃 屬於包覆性跟支撐性都介於比較中間指 好 那我們就優先體驗這一張 會不會睡著 先幫你量測頸部曲線 每個人的頸部曲線不一樣 我們的枕頭可以有不同的 呃 使用方式 這樣子 因為我有看他們的介紹就是 床墊很重要之外 再來就是枕頭 對 因為枕頭會影響睡眠非常多 台頭挺胸 眼睛一直是前方 好酷喔 有貼合到頸部的感覺 有有碰到 因為我真的覺得枕頭很重要 像我的後腦槽是比較突一點 比較圓 有些枕頭太高的話 我就會睡不好 這邊的話是你的後腦槽 這裡是頸部 那這邊是背部 這是我們的 上位月綿枕二 這邊是長頸區 就是頸部比較長 那這裡的話 是短頸區 你看這裡就會有一些空隙 跟這邊 會沒有辦法那麼的貼合 那我們來看看 場景區這一邊 這會是更貼合的 看這裡的風隙也會減少很多 對 因為我睡覺的時候 都會覺得這邊空空 這是我們測量出來的 還是會依據就是個人的舒適度 讓你做覺得 在工作可以睡覺走 哈哈哈 那我幫你看一下 下巴 看這樣子會 有任何壓座的感覺嗎 不會 我覺得很剛好 因為我現在看的曲線也是平等 因為這邊有東西 不會空空的 那這邊一邊給你體驗的 三分鐘好好休息一下 顏色也可以蓋起來 枕頭很重要 因為我房間裡面有四五顆枕頭 就是我每一天睡的感覺都不一樣 每天都會換嗎 對 就是睡一睡就覺得怎麼 怪怪的就換一顆這樣 會買越多枕頭對不對 大家要看其實一直找不到 適合自己的枕頭 對 這個就有點包覆感 很舒服 艾伯你要不要來擦 艾伯你要幹嘛 我剛才叫艾伯下去躺 他說很舒服 因為他也是喜歡側睡的 側睡的話 你那個旁邊就要高一點 不然你那個肩膀會激到 佐久 嚇到我 十分鐘到了嗎 艾伯 舒服嗎 早安 早安 現在幾點了 2026年了嘛 那這一張的話是我們的 撐腰熱面床衣 各種床墊的剖面圖 剛剛藏的呢 是这张撑腰热面床比赛 我刚才以为是什么坐垫之类的 我也很希望它可以坐成小坐垫 这就是小坐垫 有两种高密度的MDI泡面 它总共是5公分 我们把它用跳针车缝的方式 把它加压成晕朵状 你在弹上去的时候它会更有支撑感 会把你的腰撑起来 为什么要这样子有凹下去的部分 还有一个原因是它可以增加散热 才不会有的床是很平面 让你整个身体就直接在上面很闷热 我们每一个独立桶床垫都是使用2.4线径的中钢弹簧 比较粗的弹簧增加我们的床垫寿命 刚刚我躺完那个床垫之后呢 然后它又把我准备了另外两个床垫 一个是支撑性比较高 然后另外一个是包袱性比较高 简易来说就是支撑性可能就是稍微偏硬一点点 然后包袱性就是偏软一点点的床垫 是不是比较适合老人啊 长辈通常会比较喜欢睡硬床 然后我们就会比较推荐的这一张 这我爸应该会希望的 诶 这棉被不一样 你看 我们都有观察 棉被不一样 我躺了一下子就觉得 我知道我们适合他了 比较开戏 我觉得每个人适合真的不一样 小明哥就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他是来来试堂好了 帮他们的床也换一下 这是我们刚才躺的那个 支撑性比较强的床垫 这一张是撑腰热棉床2 他这边有特别做过这个床垫加固 也一样是持用2.4现金的中钢彷簧制成 这一张的话会是我们的 慵懒乐年床 包袱性最高的床 但是我们设计这张床的理念是 软床硬床的人都很喜欢这张床 因为他既有包袱感 他不是那种很软烂的软 总共7.5公分 3层高密度的泡面 把它从7.5公分加成3.5公分 会比刚刚其他张再更深一点 像我们这一张床床呢 它就是只对亚洲人去做设计 所以你把它去既有包袱 但你的腰部还是会有 支撑的感觉 不足够的支撑的 哇哦 好像躺在云上面啦 舒服欸 完蛋了 完蛋了 你看看 我要感受一下这个跟刚刚 第一个躺的感觉 这真的很舒服 好贴合我的身体哦 看起来很爱在这张 嗯 我等一下再去躺另一个 然后也再聊一次看看 起床呢 还在睡啊 上挂 要吃早餐吗 煎蛋饼给你吃 热狗 蛤 荷包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好像要选这一张 真的很好欸 它很像在饭店的感觉 前几天呢 床垫已经帮我送到家里来了 而且他们很贴心 会帮你协助送上楼 重点是如果你本来有旧的床垫 也可以集他们帮你搬去楼下 不用另外加钱 而且它搬上来的时候 体积非常小 就这样独立筒一卷而已 打开之后就变成 独立筒床垫啦 然后这一次呢 我的客房呢 就是走一个非常非常简约 我想说我也不可以放我自己太多的杂物 在这个客房 放了一些白饰品 里面装饰 首先呢 我就有放一个这个灯 比如说晚上我关灯的时候 就会开这个灯 变得很温馨 好温馨喔 这个柜子就想说 可以放一个画 然后相分在这边 我之前非常喜欢的一幅 史努比的画 那为什么要放在地板呢 就是要把这个垫线呢 藏起来 也不见为敬之数 我觉得房间要舒适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一定要铺地毯 就会让它变得有一个空间感 如果说没有铺地毯的话 然后这边就会散散的 为了维护客人的空气品质 我还放了一台空气清淨机 放了我的行李箱 就是杂物也可以堆在这里一下 这边呢我就放一个边桌 那这个边桌呢 也是有一个小夜灯的 所以我还要睡觉的时候 哇 变得好温暖喔 睡觉 晚安 再来就是这一间客房的主角 我选这个慵懒床垫 真的非常的舒服 它不只很有包覆性 支撑性也非常够 不管什么身形 躺下去感觉都会蛮贴合的 可以来我家睡客房的人 真的非常幸福 毕竟这个床垫也是 蛮高级的 再来就是这个月棉枕 我真的觉得这个枕头 非常的厉害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枕头非常多 有五六颗 可以依照每个人的头型 像这个 侧膏片 或者是垫膏片 每个人脖子跟后脑勺都长不一样 如果你是喜欢侧睡的人 就可以加这个侧膏片 我正常的时候 我的脖子就可以衔接到床垫 就不会有一种悬空的感觉 然后如果测睡的话 我的肩膀也不会压迫到 所以如果你喜欢测睡的话 就可以夾这个测膏片 非常的方便 会不会改天我也搬乃克房子 如果近期有要买床垫 或是搬家 重新装潢之类的 可以考虑 LOVE YOU这个品牌 重点是 他们可以先去体验店体验过后 再选择适合你的床型跟枕头 而且还会有专业的浮睡员给你建议 买回来呢 也不用怕躺的不习惯 他们有安心睡计划 枕头呢 有十天 那重垫的话 有一百天的安心睡 不满意的话 都可以办理退换货 超级佛系 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躺在床上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视 睡觉这个步骤 真的要舍得让自己睡得舒服 那这边附上我的折库嘛 PYSP999 那第一个P呢要大洗哦 输入之后床垫跟床架呢 就可以限责 999元 太赞啦 那今天布置我的客房影片 就到这边结束啦 喜欢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 还有记得追踪我的IG 我们下次见 掰掰 给大家多元睡觉的评论 你们在整我是吗 或是我要见我一个小时睡觉的旁边是吗 哈哈哈 没有